坚持祖生的价值在哪里 我们上个礼拜五 上修钢铁股的财测 短短四天赚两成两成四成 昨天提醒大家不要追 对不对 我们一路讲的金鸿 从56块钱涨到今天152 大赚169% 这就是祖生段的价值 再来九阳神功再发威 整理两个礼拜我们报老 一路报老的九阳 今天神功再发威 又喷涨停赚七成 这就是祖生段的价值 跟各位分享 那另外呢 我今天节目要跟各位分享 一件事情 只要你愿意改变掉 你最高的坏毛病 你一定会有幸福的股市人生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点股曾经的节目 台北股市今天差一点点 差100多点就要碰到万八了 一路验证我所说的 先攻万七再战万八 好来 来 铿铁股呢 我昨天有讲的对 你看哦买的点真好啊 上个礼拜五黑K 我买黑K 我买黑K 懂我意思吗 买完黑K赚喷出后我们减码 因为我有减码 所以在我们的Telegram跟各位讲 节目也跟各位说 我们获利减码 有没有 所以你不要去追了是不是 他今天就避开风险对不对 好那稳健获利之后呢 好不好惊鸿不得了了 来哦 56.7一路讲 你从头看到尾 看到一个赢家带着一大堆的会员 56.7买 报到今天152.5 赚了1.69倍 这不就是你要的股市人生吗 主身段标股的股市人生吗 是不是好再来 九阳 九阳神工 你看过去两个礼拜没有动 没有动我没有卖啊 我请会员耐心持有报老啊 股票涨多本来就会整理 没有天天过年的 懂我意思吗 你要报到什么时候为止 报到它的趋势走空为止 我有没有跟各位讲过 第三季的电子旺季 有可能是史上最旺的电子旺季 今天的7月1号 正式进入第三季的头一天 九阳发威了 有没有创历史新高赚7成啊 这就是主身段的精髓 特别跟各位分享 待会来看K线图 来 好今天我知道你会担心 你会担心 哇创高后黑K盘中一刹 差高低点差200多点 稍半周小的40点是不是 好创17863 跌到1764 你一定会担心 可是我在我的Telegram 跟各位讲过了 我也跟会员讲 大盘震荡是要化解背离 你看哦我们会员哦 昨天没有买进任何一档股票 今天没有买进任何一档股票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操作如此稳健 因为油浆浆啊 懂我意思吗 大盘震荡只有一个目的 它要化解涨太多的短线的背离 那涨太多过热的背离 一旦能够化解掉 它还是会喷啊 所以我的答案是什么 万八很快就会突破 再一次哦 我的看法是万八很快就会突破 你要赶紧趁着背离背离背离 第三天昨天今天 昨天今天没有买对不对 明天第三天我就会出手了 把握背离化解拉回的时候呢 最好的布局上车时间 我待会给你拿这个图形 跟各位做分享了 这是我的YouTube解盘频道 麻烦帮我订阅按赞跟分享 那如果你还不是我的粉丝 赶紧加入生活圈 你可以用扫描QR Code的方式 这边是LINE的生活圈 这边是Telegram 我的早报盘前早报盘中的分享 还有晚报呢 通通都会这样的放在我们的Telegram 请各位把握啊 如果你不是用扫描QR Code的方式呢 请务必认证我的ID哦 差一个数字都是假的 差一个数字都是假的 小老鼠WIN58899才是将将本尊 请各位留意一下哦 来的哦再各位报告一次 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是全台湾唯一一位电子产业记者 出身的分析师 所以我最重视的是什么 是景气的循环 有没有多头有多头的证据 空头一定会有事先会有讯号 有没有你从园区的采购啊 可以看出什么 看出很多订单的动向 懂我意思吗 所以现在是旺季的开始啊 来我除了是有产业的背景之外呢 我还独创了预告的 预告的技术分析 我们技术班已经录了第四集 会员好把握来上课了 来我从15159一路讲一路讲 悲饼理论有没有 你不懂什么是悲饼理论 我讲给各位听 是不是完全验证超神奇的 对不对 我们讲月季先进差有没有 全世界印度股市 胡志明股市通通月季先进差 然后呢创历史新高 他被股市也是啊 今天是不是创历史新高 来哦今天创历史新高前 是不是两个礼拜前 你就先看到月季先进差 懂哦所以都有讯号 都有讯号 你掌握这个证据 你会成为赢家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理论 这样子的经验这样子的训练 所以我坚持11709会过 我坚持万八会来 有没有所以我一路喊 先攻万七再战万八 今天又验证创历史新高了 是不是啊 有本事通通四天价 这是我的性格 这是我的专业 这是我的坚持有没有 好啊从财富重分配 黑天鹅 不是黑天鹅 叫做可爱的毛毛虫 怎么下怎么上 这个就很经典了 你看这是我的经验 我当初这样跟各位分享 5月23号 在疫情很恐慌的时候 我说政府在打暗号 他突然之间 莫名其妙丢出一个什么 校正回归的名词 我说不只是他的疫情的控制的目的 除外呢 我认为他也来打暗号啊 这就是敏感度了 懂我意思吗 你要找有经验的分析师 我说他会政府打暗号呢 会将股市校正回归到17709 是不是 是完全验证 我还讲哦 5-1会有5-2休息 5-2休息以后就是5-3喷出 是不是喷出 目前是5-3的轨道当中 未来呢喷很高之后呢 我认为他118500左右 就会有5-4了 OK 所以5-4之后 5-4之后还有5-5啊 所以我认为这个多头的时间 还蛮长的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把握 有没有 多头的轨道当中 好不好 你买喷出那一天 你就容易被修理 是不是 多头的轨道没有改变 买哪里会赢 买拉回啊 是买跌啊 买修正的时候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个观念请各位 务必要建立 务必要建立 来你看我们的会员的获利 满满的获利啊 四档赚超过一倍 今天金豪科创新高98% 差2%又是一倍了 好我们待会跟各位做分享啊 好来第一手产业的讯息 全国唯一预告能力的技术 就是你的获利的保障了 是不是 用雪球股般的威力呢 带给会员 拨断获利 这是我的使命 来我们简单跟各位讲这个行情 来15159有没有 一生有几次跳楼大拍卖 是不是 在你最困难的时候 是我伸出援手 是在你最恐慌的时候 我给你力量 有没有 我说那是绝佳交换筹码的时机 有没有 是喷出 头头来哦 这一天很重要哦 来来 是不是16800 是不是黑黑 来头头你看哦 当初这个黑K 当初这个黑K 请问哦 他要跌之前是不是 他是创新高 这里是不是没有 是背离 你看要跌前因为背离 然后呢他就拉回来嘛 拉回来之后指标就修正过啦 由高变低啊 好我待会给各位说明 为什么我要跟各位重复这一次 上一次16800 买跌 趁跌买赶快买最好的买点 请会员买股票是不是16800 然后呢到今天涨1000点 是不是来哦 好今天这个就很重要很重要了 来是不是这里有背离 是不是这里背离了 那背离的结果是什么 有指标的从高档 有没有从指标的高档 然后呢就变成低档了 是不是高变低嘛 好了今天是不是背离 是不是跟这里一模一样 懂意思吗 所以今天这个拉回是必要之二 他一定要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不这样子做 越推越高啊 未来的背离更大的时候呢 修正幅度会更大伤害 会所谓的更严重 懂意思吗 你看哦今天是背离 我盘中在Telegram各位讲的 背离要拉回啊 他只要有拉回之后 就能够化解掉啦 好我们来看收盘的K线哦 OK好有没有说什么 你看今天啊今天是背离 OK我把他颜色换一下 好来有没有 这边是创新高背离了 是不是背离 有没有指标没有创新高啊 所以是不是回来了 是不是回来了 对哈好今天回到这里 那假设明天再回升一点呢 到这里呢他又可以涨了 是不是跟这里一模一样 懂哈是不是跟这里一模一样 有没有所以我们擦掉重新来一次 好在多头整个多头的轨道当中 请问买哪里会赢 是买拉回买拉回会赢 买拉回会赢啊有没有 所以我说你必须要强迫你自己 如果你真的有心要成为赢家 拜托你要强迫你自己 不要等大涨才追 懂我意思吗 改掉你过去所有的急躁 改掉你过去所有的任意追高 把这个坏习惯改掉 你一定会有更好的股市人生 很多散户很奇怪 我待会讲这个钢铁有没有 上礼拜五最好的买点不买 礼拜一涨礼拜二涨昨天喷翻了 昨天上市有没有 成交比重最多的是钢铁是不是 上礼拜五起涨你不买哦 怎么样都不买 蹦蹦蹦连喷三天 我们允强赚41% 昨天一堆赏户去追钢铁 那请问如果你是主力 你不修理那些追高的 请问你要修理谁 是不是我说过台湾的市场里面 有一票人叫做主力 这个主力心狠手辣 他的目的只有一件事情 赚钱之外坑杀赏户 赚钱坑杀赏户 主力就是永远在重复这个 坑杀赏户的赚钱行为 所以你必须自立自强 你必须把自己过去 让你每次都追高杀低的 最严重的坏毛病把它改掉 听我的改掉不要追高 你看看哦 三个月以来 我们新团队成立以来 我没有带会员 追过任何一档涨停板 我从来没有带会员 试驾去追涨停板过 可是一段时间过后 我们会员手上的股票 一大堆涨停 懂我意思吗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改变 改变听我的我不会害你 改变就会有幸福的股市人生 有没有你看 我们什么时候买 买黑啊 很黑的时候买啊 坑线很黑在跌的时候我看好 坑线大长黑我买股票 你懂我意思吗 这是你我的差距 这是你必须要委托给 江江的价值之所在 你看哦 我买黑我都趁黑黑的买 趁黑黑的买 是不是昨天不买今天不买 但是明天我就要买了 懂我意思吗 那这就是赢家的行为 这是赢家的思维 所以请各位把握 来 学习啊 绝对是对你而言 我认为的是最赚钱的投资 好我们课程新增到四堂了 未来会有五六七八堂 会员好好的免费的来做学习 主身段标股投资朋友 这是价值 这是你锁定我的价值 我跟你分享我的投资理念 这是我带会员的坚持做的事情 坚持主身段 因为我的观念是这样子 我不追高我不追涨停 但是我努力我认真我加倍努力 我去把主身段这件事情做好 我把这件事情做到我自己满意为止 我认为一生就幸福圆满了 有没有只做主身段 然后这是第一桶 是喷280倍280%是不是 主身段有其样貌 我天天讲主身段是这种模型 既然是个模型 他就一定可以复刻 懂我意思吗 来哦要赚就赚主身段 别无他法 别无他法 股市不存在投机取巧 所有想要走捷径的人 都会付诸代价 这是我的理念 这是我的观念 这是我当投股老师 19年的心得跟各位分享 没有一夜致富 股市绝对是靠时间 慢慢累积 慢慢滚出雪球般 越滚越大的获利 懂我意思吗 这是雪球股啊 一路看好啊 今年下半年会非常之猛烈 因为昨天前天又再次确认一下 确认一次跟园区确认一次 我的看法之前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很确定 很确认很确认 所以雪球一号还有雪球二号 都是下半年非常成长性 非常之高的雪球股 好不好 要赚就赚主身段 来这是普城 是谁在低档买 有没有你看跌 连续跌五周 我疯了吗 我去买普城 结果他涨五周赚115% 我还节目上各位说 涨五周的股票不要碰 有没有 是不是人质易尽了 来 长龙赚两成 好 天狱 好 我们跟各位讲一下 这四九六一 好 这是天狱有没有 你看哦 他为什么整理 他为什么整理 就是如同我当初跟各位讲的 是不是一模一样 真的是一模一样啊 这一包是什么 这一包是前波的化解的套劳麦亚 啊这里是不是仅限 这里是不是仅限 有没有 他为什么整理这么久 他来做什么 做对称啊 有没有 仅限过之前要做对称啊 等他时间做完完成之后 他就来了 是不是 所以你一定要有耐心啊 好 你不能说OK哦 好 我们是买这里哦 我们买这里加码这里 对不对 你不能说我低点不买 我买这里啊 你追这里你这里就会砍 就会砍啊 就会砍这里你就追高杀低了 你看明明是一档什么 趋势大成长的股票 可是因为你追高了 因为你每次低你都不肯买 不敢买不愿意买 都喜欢做追高 所以呢你的结局 只有一条路啊 追高杀低啊 所以改变哦 必须改变哦 改变你一定会有更好的股市人生 这是我给你的忠告 来头发来 有没有是不是 好 来敦泰有没有 你不要追176好好的买 认真买 买买啊 买好之后就给他报 报住啊 253啊 是不是 好 头发这档就精彩了 56块7123法则 记好了哈 我的123法则 他会在我的股市人生 在我会员的股市人生 也会在很多粉丝的股市人生 无限次的一路的重演 一再重复 为什么他也是个模型 一突破口诀记好了哈 一突破二拉回三公几 123法则 有没有很标准惊鸿 一突破二拉回三公几 他如果符合N字型 二三法则 他三一定会过一 懂意思吗 好来哈 精彩的来对不对 好86% 93% 110% 126% 148% 今天再喷历史新高 169% 好说 你要趁跌买还是追涨 跌2467跌7周 一档股票跌7周 我傻了吗 我买进后跟我讲 他会创历史新高 然后呢 几个礼拜过去 一个不到两个月 二四六 六个礼拜 六个礼拜过去 创历史新高 赚1.69倍 那这就是我坚持跟各位分享的 主身段的精神 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到 我相信你一定也可以做到 只要你愿意 懂意思哈 来的话这是伪权店 有没有 我们大多讲我们 掌握的讯息就是 他的产业的前景 我很确认 我很确认 他会创历史新高 好 涨这样 是不是 又来了 改掉你的坏毛病 不要追高 不要追涨停 永远不要等大涨才追 你看我伪权店买低点 我在修正逼近尾身后买 买完没有立刻喷哦 你看我买这里对不对 他没有立刻喷啊 可是你给我时间 我会让我的产业讯息的专业程度 让你做验证 好你看今天 这是2436的伪权店 重点是你抱得住吗 这一坨啊 这一坨这么大坨啊 有没有你抱得住吗 你抱得住吗 三个礼拜盘着你愿意抱吗 如果你听我的你愿意抱 未来有一天他创历史新高 这就是你一次非常大 非常伟大的成功经验 你终于懂了 原来是滴滴的买股票 原来是愿意花时间 报警他 把未来很棒的成长前景的产业 报警他 然后等他创历史新高 就是真正做股票的精髓 绝对不是每天涉飞飘 追涨停追涨停追涨停 你都知道了 有些追的会涨 有些追的就反转了 懂我意思吗 那他结果互相打平还是等于零啊 你追涨停的结果是顶多打平 顶多就打平 那请问你为什么要去做一件事情 只会顶多打平呢 懂我意思哦 我讲的都是良心话 希望你能够听进去哦 好来 是不是正德 我赚我自己认为该赚的 我赚了九支停板 我赚了102%出光光 出光光就不碰了 因为如果再碰他 会心不安 懂我意思吗 这就是理念了 就是说对一个正确投资的态度 这个态度会左右你的股市人生 有没有 好 负顶 我赚我该赚的 我认为我这样子赚完之后 我把资金抽出来 转其他标股会更有效率 所以我把许多三号给负顶 把它给出了 你个声给试 懂意思吗 好 头发来九样成功 又一次头发来 今天又喷涨停七成头发来 再一次 好 你看哦 你看我的股票都是这样子 这个是比较短一点点啦 那重点是你抱得住吗 你抱得住吗 2468 八天盘整期不动 老师怎么办 我的会员都没有问我 九阳盘整八天 没有任何一个会员问我要如何处理 就是报老 就是报老 懂我意思 因为主升段涨完第一段之后 一定需要中断休息 等他中断休息够了 宛如这个爆米花一样 当他的温度够的时候 就爆出去了 就喷出去了 那今天是不是很标准 来 这样子九阳赚多少 赚七成 你再看一次哦 我是买这里 又是买在没有喷涨停之前 你自己想清楚 你未来你需要什么样的股市人生 是不是跟我一样 趁着没有喷出钱买进他 然后呢享受这样子七成的获利 准备要创历史 怀孕全职应该准备 准备中要创历史新高 有没有 这个同志回撤后还是会涨 来 金豪课又一档了 什么不得了了 好 你看哦 这是我们当初讲的什么 扣低值 有没有很很确认扣低值 左边扣低值喷出去 右边扣低值 请问是不是模型 是不是可以拷贝 可以复刻 好 这是108.5的金豪课 亲爱的投资朋友你知道吗 108.5请会员买进了金豪课 报到今天让会员看到170.5 可不可以买这里买这里 就是买在没有人要的地方 然后很爆撒爆啊 你看这边爆这么久 然后喷出去就是价值 就是你信奉主身段的回馈 OK吗 可以哦 大家加油 来利的我们今天把它出掉 为什么它盘中破16.4 破16.4的移动式提利点出清 获利出清 来来钢铁股有没有 这个就很精彩了 再各位讲一致 今天K线图讲的比较多 来 这是20投资朋友有没有 上礼拜五黑K在这里买这一根 是不是我买黑K 为什么买当天的礼拜五的 钢铁股是第一天 我再把它缩小一点 你看会看得更清楚的话来 这样是不是第一天 上礼拜我买这一根 这一根是不是翻红第一天 是不是 所有的获利都来自于专业 都来自于两个之后坚持 我坚持买旗涨来 坚持主身专攻旗涨好 我专攻旗涨我买在这个位置 那请问了 昨天一堆人去追这里 请问了谁会谁会赢 谁注定是赢家是不是 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观念 所以我今天特别给各位 讲很多这种观念说 其他投资朋友请你一定要记住 改掉你过去老是等到喷出 才去追高的坏毛病 你唯有把它改掉 我讲真的 我很认真讲 唯有把它改掉 你才会有很棒的股市人生 跟我们会员一样 懂哈来有没有允强 你看哦 我们是这样子在做股票 在抓主身段标股 他请问那你呢 星光刚有没有中红 每一党都是如此 新标股有没有 有没有好你看你看哦 是喷出去 都买在有没有 快要突破的时候 整理尾身 你知道吗 那会有很奇妙的讯号 就是说你如果经验够 像我们这样很够专业 经验够你会去抓 我们付出盘后啊 你绝对无法想象我盘后 付出多少时间在研究股票 懂意思吗你看 你要去用经验去抓 抓他快要突破了点 狠狠的布局 霸气的去布局 好布完局之后呢 喷出去布局后喷出去 懂意思哈 那这就是我认为 我可以帮你地方 我可以帮你创造的 主身段的股市人生 自己把握哈 来哈 这是四天的获利 这是金鸿1.69倍的获利 这是今天九阳神功再发威 又涨停 狠赚七成的获利 好好把握机会 我昨天信会没买 昨天没有买今天没有买 但是我预告我邀请 明天要出手 因为大盘又拉回啦 又震荡啦 明天再小跌 会变得怎么样 会化解整个背里 它的机会又再一次出现了 所以请各位把握了 透过LINE AT的留言 或者是0800668085的电话 我们明天要出手全新的股票 请各位积极把握机会 祝各位平安顺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